首相拿督斯里纳吉感叹的说 五国大专院校未必能像外国大学那样 以学术为依规重用外国人才 纳吉昨天晚上接受第三电视新闻执行总监 拿督阿莫达利专访时说 以本身曾出访沙地阿拉伯时为例子 他说他经建当地一所大学 竟然聘请新加坡人担任校长 而且该大学有85%学生是外国人 纳吉说沙地阿拉伯认为 大学应该聘用最顶尖的人才来管理 但是如果换做马来西亚 五国学术人员是否可以接受由外国人来管制 他说虽然这些已经是全球发展趋势 但令人惊讶的是沙地阿拉伯也有这样的现象 而非先进的美国或香港 纳吉强调马来西亚必须提高竞争力 以面对更具挑战性的世界经济局势 因为我国被本区域其他国家抛在后头 此外纳吉指出 随着印度的资讯公益和软件发展迅速 我国将可以通过提高双边贸易 加强与对方的合作 纳吉早前出访印度巡视一所大学时 发现该国资讯公益和软件非常先进 该国政府甚至计划耗资500亿美元 约1665亿令吉 在五年内把有关研发成果推出市场 纳吉认为 我国可以通过互动方式向印度学习 这些先进的多媒体公益 他说目前我国与印度的双边贸易 还未达到极限 未来五年内有望进一步加强贸易合作 以提升两国的经济状况 已елов Boss 贸易合作 更想要 保贸易合作 以上 地afAG Dank 每个目准浪